蒋广善跟赵公子之间的瓜葛 还得从八年前说起 赵公子是个对女性有着暴虐倾向的存在 而蒋广善又是个心思阴暗的代表 在一个风黑月高的夜晚 赵公子在侮辱了一名女性之后 不慎闹出了人命 恰巧这一幕被蒋广善看到了眼里 当时觉得挺害怕 所以不曾声张 直到多年以后 蒋广善的妻子生了重病急需用钱 他这才走上了勒索的道路 赵公子好歹是有背景的人 蒋广善三番两次的勒索 早就把他惹毛了 想要对付这种人 赵公子有的是办法 只要稍微动一动自己的人脉关系 想必蒋广善很快就会落到他手中的 毕竟这个人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底线 勒索就罢了 还故意杀人诬陷赵公子 如果他再不出手的话 早晚有一天会被害死的 聂宝华还是比较聪明的 先一步抓到了蒋广善 并从中得到了不少赵公子的惊人秘密 有了这些秘密 将来就不怕赵公子的威胁了 可谁知手下的人看管不力 竟让蒋广善逃跑了 本以为已经遭遇一次绑架之后的蒋广善 会逃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去 谁知他又自投罗网了 只不过这次蒋广善已经不是被动方了 在调查了赵公子的日常动态之后 悄悄跟了上去 趁着对方没有任何戒备的情况下 用一把刀子抵在了赵公子的喉咙处 但凡对方有一丁点的挣扎 蒋广善都会毫不留情地一刀致命 可奇怪的是 第二天赵公子又好好出现了聂宝华的公司里 这就奇怪了 明明蒋广善是可以杀掉赵公子的 为何最终又收手了 或许他有两个不得已 一 囊中羞涩 人都是贪婪的 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 往往喜欢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蒋广善也一样 自从他知道了赵公子的软肋之后 就像是打开了钱袋子一般 但凡没钱了 就会找对方去要 反正也不用还 而赵公子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钱 只要抓住了这个钱袋子 蒋广善还怕自己以后囊中羞涩吗 所以就算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蒋广善也不会轻易要了赵公子的命 毕竟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二 时机不对 要想杀赵公子很简单 不过是一刀子的事情 可也要找对时机才行 蒋广善当时来到赵公子身边的时候 对方正在按摩 他是趁着工作人员出门拿东西的功夫 这才跑进来的 赵公子可是这里的大客户 服务员拿个东西顶多几分钟就会回来 而蒋广善如果在这里杀了赵公子 必然会闹出很大的动静 说不定还会被服务员认出来捅到警察局去 那结果反而得不偿失 与其冒着风险杀人 还不如威胁对方达成某种交易 这样对双方都好 至于蒋广善与赵公子之间的交易到底是什么 那就不得而知了 大家还是继续关注后续的剧情吧 说不定会有一个大反转出现呢